大家好,我是大野猪,我们又见面了 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吧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首先向大家分享一个小福利 在官方2.4的前瞻页中可以白嫖2万摩拉 点击右上角这里的分享 随便分享一下就可以获得了 兄弟姐妹们,野猪我发现了一件神奇的事情 这里要感叹一下米哈游 在前瞻直播中让云锦唱金句简直就是画龙点睛啊 这个金句片段是CCTN官方 在2020年10月2号发布在油管上面的 截止目前播放量是17万多 然后请大家来看一下评论 这是一年以前的视频 这是排在最上面的评论 点赞有1000多 我们简单积翻来看一下 由于现代世界的演变 一些传统文化不再流行 这一事实也让我感谢米哈游 能够主动的通过云锦 和更多的方式来保存这种独特的文化 看看下面的 这条评论的点赞更加离谱 3000多 看了原神云锦的预告片 所以到了这里 看到人们嘲笑他的声音非常的难过 这是中国戏曲歌手的准确表现 我希望米哈游会继续制作这类角色 并且希望西方玩家能够更好地接受和理解这种文化 后面这些朋友也是因为看了云锦的片段 然后搜索云锦或者金句到这里来的 我们可以往下拉 这里野猪没有选择任何评论 大家自己看 我就是往下拖对不对 云锦云锦云锦 看看这个点赞数都是几百几千的 这可是一年以前的视频啊 看后面的评论 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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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锦 大家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这是官方在2019年发布的戏曲视频 然后这是下面的评论 在云锦之前 我从没听过中国歌剧 我也是 我看这部戏曲是因为原神 我真的很喜欢云锦和戏曲 两年前的视频啊 朋友们 像其他这些科普视频下面的评论就不看了 反正都基本上差不多 光这两个视频就起码有几万个国外玩家看过了 还要加上其他各个平台的宣传 安利 科普 想想看有多少人 这波米哈游在云锦上面的操作简直就是情商拉满 智商拉满 赚钱的同时还宣扬了传统文化 同时还赚了口碑 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接着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官方公布的2.4海骑岛冤夏宫区域的攻略 冒险等级大于等于30级 完成魔神任务第二章第三幕 完成这两个世界任务 就是要获得这个钥匙 冤夏宫是没有日夜之分的 取而代之的是白夜和长夜 两者可以通过机关来切换 这就是用来切换的机关 想要进行切换 需要完成特定的任务 获得特定的道具 然后在两种状态下都会存在这样的墙 切换不同的状态 对应的墙就会消失 这是冤夏宫存在的一种特殊现象 叫扬岩之幻 应该是和解谜之类的有关的 接着是名为日夜之台的新机关 像这种机关的解谜都应该比较简单的 相信大家肯定没问题的 还有这种新的三角机关 可以通过攻击来激活 如果发现坏掉了 可以切换成长夜 长夜以后它会补齐 这个叫精华败兽处 原理的话和雷种子比较像 获取能量 然后去激活机关 跟雷种子差不多 这是长夜状态下的 剑文 这个简单来说就是冤夏宫解谜的钥匙 每个剑文解锁对应的图像 在靠近剑文时 小地图会出现标记 鸣鱼 这个和风场非常相似 跳进去以后就会上升 这是冤夏宫的相位之门 进去传送 感谢您的观看 祝所有点赞投币三连 关注支持野猪的朋友 小包底部歪 欧气满满 我是自由带野猪 每天会为您带来新的 原神资讯及福利 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谢谢 谢谢